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参与经典影视化的拍摄 表演下来感受如何 其实我类似这样的拍的非常的少 尤其是说我们存在现场没有剪辑 全部都是靠现场这种几乎没有 所以其实我也是有一点忐忑 也有一点点不太熟悉这个环境 刚入行时的自己走过哪些弯路 我不会去抱怨让自己觉得说我走了好多弯路 唯一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努力 做演员的时候我真的不够努力 就是很好的演员在旁边 然后我们当时制片的时候你去学一学 我就出去玩 现在可能才能明白原来当时就是 哎呀确实是没有珍惜 准备给学员们传授哪些经验 很多人可能都有演员梦 但是真真正正能走上这条路 或者说在这条路上还能有一些发展的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说今天能有这样的机会 首先第一要珍惜 所以我跟你说作为新人 你们一定一定要就是认真对待每一次机会 你要能演戏的话会演戏的话 你其实所有的这一切 你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多 第二就是说要付出努力 就是我其实更加看重了这种态度 就是我觉得还是做演员还是得不断的去努力 你真的是可以演到老学到老演到老都可以不断的提高的这么一个职业 所以我是觉得还是很好 就是永远都没有说是最好 只能更好 你制作的剧会愿意启用新人演员吗 当然了流量和知名度不是唯一的考量 但是你如果你现在很多流量 其实或者说知名度很高的人他们也很努力啊 我没有一定就是说一定要用流量 或者说一定不用流量 之前所谓那些流量是不珍惜机会的那些 所以结果也不会好 而且说实话我的剧里面就是用一些爱豆什么的效果都非常好 结果都好 我是觉得我是那种是能够比较帮助的爱豆 最主要就是匹配度适不适合 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 然后就是看他够不够努力吧 我觉得这两点就够了 作为演员你有什么想演的角色吗 就是我想挑战一些有 就是有人物传记 有历史一些原型的人物 我觉得会比较有意思 你可以走进他的人生 若想在综艺节目中成功破圈 你觉得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呢 我觉得要不一样 对要不一样 不要就是随波助流 要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要真实 就是破圈不是目的 破圈是结果 但是你要真实和真诚